因为丽莹应应该是很早就定下来这部戏了对吧 说让我和丽莹搭档 我觉得因为原来对她不是很了解 你原来对她不是很了解 见过一次 见过一次 没交集 这个事还挺有意思 我见过她一次是很多年前 是吧 很多年前 跟我可以讲吗 不好 嗯 然后 哈哈哈哈 因为她跟我 你跟我同班同学他们一起拍的戏 然后他们一起在上海 那我同学说那一起出来喝点喝点东西 然后见到你 然后我说 有一天问他我后来问他 我说我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他说说我 装装装那个 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我应该很热情 他说我没有很热情 然后我就跟他道歉 然后我就 这是题外话 刚才讲了 我赵立英 他应该是一个 很认真的一个人 然后有斗销啊 后来我就问啊 我说每个角色 大概 咱们大方向应该是谁 毕竟每个演员都没有签 然后 导演啊 这边 马老师那边 马总那边 就把 昊苗总就 说我们朝这个方向 拦动 我说好 没有问题 我说 很吸引我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